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拿下 皇上有旨 宣灵可若见驾 臣杭州知府林可若恭请皇上圣安 林可若 臣在 你可知罪 臣不知所犯何罪 你知道黄姓儿 她是逆贼黄昆之女 朕只知道 黄昆乃江南大儒 怎么是逆贼 微臣正要禀报逆贼黄昆一案 讲 黄昆名为大儒 实为乱党 对我朝廷怨爱由深 此次趁皇上难寻之际 借献书之名以张扬逆心 在他所收集的诗文中 多有叛逆之作 请皇上明察 你口口声声 说他是逆贼可有识句 微臣记得 在他收集的书稿中 有半痴糊涂词一书 臣记得有句话 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 这日字加上月字就是明朝的名字 显然是暗藏着恢复明朝之野心 还有呢 在兼末生诗抄悖逆之词更多 罪为甚者莫过于一把心肠论灼青 这青字乃我大清国号也 在国号前加个灼字 其用心 何在啊 请皇上明见 还有没有 禀皇上 江南一带藏匿悖逆诗稿者甚多 若不抑制乱党气焰 恐惑不原意 所以臣这才将黄坤押入牢中 请皇上明察 如果你所立举的 读书以悖逆之词的话 那么恐怕连朕的脑袋也保不住了 朕曾经写过日月升辉的匾额 那么照你这个说法 那不是要明朝辉煌了吗 酌清二字 那就是是非二字嘛 怎么玷污了国号 朕要我大清官员一生清白 照你这样牵强俯会 那不成了 朕要大清官员都成白痴啊 荒唐 朕编钻四库全书 指望天下学人 踊跃全书 特别是江浙二省有珍贵的藏本 就要其他省更多 你这样指扇为蛇 指猫为虎 谁还会再来捐书 朕让你收集藏书 谁让你 借此罗织罪名 陷害无辜 你这样 悔辱朕欲 该当何罪 海南朝 卢才在 杭州知府灵可若 曲解圣意 伪抗御旨 意志贤能 无法无天 立即拔凌多顶 按大清利律 发配充军 朕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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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皇上 皇上 臣在 臣在 朕 争天下书籍 也争天下才人 杭州黄坤学人表率 藏书奉剑 公刊表彰 可省朕清笔提字的 配文孕妇一簿 并选任 杭州知府 遵旨 他真的是皇上 我猜到了 咱们应该报答他 大恩不言报 报不了 他一身倜傥 英气逼人 哪里像六十多岁的人啊 师父 从没听过你这么夸过人 平日 你醉眼关怀 他可是百官之主啊 我也没打算当这个知府 不过 辞了他 我们搬到乡下去 圣旨到 杭州 杭州 江南明城 丝织绣品 茶叶 天下无双 湖光山色 风俗明晴 别有一番风质啊 就是啊 江浙文人风范 首推杭州 依我看 杭州当属人情最好 不不不 还是文人风范 不不不 人情最好 文人 你们别争了 文人风范 还是人情最好 待会儿都要来了 你们到时候再比较吧 禀皇上 黄坤黄仙儿应召剑驾 已在塔下攻后 优优独播剑驾 使民黄坤叩见皇上 民女黄姓儿 叩见皇上 起来吧 起来吧 你现在是杭州知府了 怎么还自称弑名呢 禀皇上 这个知府 我当不得 怎么当不得 臣的先祖是 黄道州 黄道州很好啊 明朝的大忠臣 可是他 你是说他抗清的事 这个事 以后你们不要再提了 朕会有个说法 皇上 我一介书生 百无一用 书生怎么了 怎么现在一提起 书生有些人 总要透出一股清室的劲 特别是那些当官的 朕真不知道 这个风气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书生 那就是读书读得多嘛 能做诗词歌赋 书生怎么了 书生很好 朕自幼读书 几十年从未间断 朕就是个书生 季晓兰是个书生 和珅也是个书生 皇上书生 皇上乃天下第一书生 其实书生二字 极其难得 如真能潜行读书 净润其中 得书卷气 再加上大义二字 浩然之气 人无书气 并有粗俗气 市井气 市快气 不列市大夫之灵 可我从未为官 这倒是个事 杭州之府 职责重大 不能够误了自己 也误了一方百姓 这样啊 现在四库全书 在北方 已经有了北四阁 朕有意在杭州 兴建文元阁 加上镇江的文宗阁 扬州的文慧阁 合成南三阁 用来储存四库全书 供江南书生查阅 申看就让黄坤 任南三阁的住持 你们说怎么样 谨遵圣旨 市民愿意 臣领旨 起来吧 起来吧 怎么 你高预状的时候不怯阵 听你爹辩解的时候也不怯阵 怎么现在怯起阵来了 太后知道你的事之后啊 很关切 他有意招你入宫 陪他老吃顿饭 说说话 你愿意吗 来 吃吧 吃吧 黄歇啊 吃呀 这个豆苗啊挺嫩的 来 黄歇儿 你尝尝 谢太后恩典 谢太后恩典 这个春卷啊 你也够不着 来 谢太后恩典 这个是玉制的南瓜饼 你尝尝 谢太后 不要谢恩典 不要谢恩了 随便点 你坐下 皇上说得对 随便一点啊 黄祖母偏心 来了黄歇儿 连孙女也不要了 这孩子 我什么时候能把你给忘了呀 来 您也吃一个南瓜饼啊 谢皇祖母 黄阿娘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都是一家字 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 黄歇儿 太后和皇上都很喜欢你 我呢 想把你收为明灵义女 留在身边 你看怎么样 太好了 你愿意吗 皇后大恩 皇姓儿没有不领收的道理 只是家父年事已告 身边无人照应 因此只得恳请皇后夫人 让民女留在家父身边 倒是个孝顺的女儿 既是这样 那就成全你的孝刀 待会儿用完膳后 马上就派人送你回家去 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 师哥 师哥 你不是说要留心在这儿多玩会儿吗 嗯 你要不愿意啊 愿意 来 吃饭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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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去了这么长时间 黄兴儿现在在哪儿 回大人她在石阁阁那儿绣花呢 她说了什么时候走吗 她说天还早 画完画还能赶回去 知道了你去吧 这儿 鲜儿 应该这样 慢慢地把鲜拿制 会呢 来 杏儿你来吧 你看看 公主何大人来的 和珅 和珅见过石公主 黄兴儿 带见何大人 免礼免礼 和珅 你过来看 黄兴儿绣得可好了 看 好 兴儿姑娘 真是一双巧手啊 何大人过奖了 兴儿姑娘 绣刺得好 画肯定做得也不错吧 真的 真的 小时候学过一点 可否为我做上衣服 和珅 你搞什么名堂 稍等 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来 不管她了 黄兴儿 不管她了 这是怎么绣的呀 这样 你看 黄兴儿姑娘 来 和珅 你这是做什么呀 都怪我多嘴 好多大人听说以后啊 都想求话 只好请杏儿姑娘 一个人情做到头了 禀皇上 黄兴儿还在使哥哥那儿画画 你尽管也是 你因为这家女人 你不应该听她吗 是 送到什么 是 他是 跟美女的人 了 你不应该立刻 我不应该 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 你会 刚才见过十公主 皇上有旨 宣黄馨儿见驾 我 明女皇馨儿叩见皇上 明女皇馨儿叩见皇上 起来起来 随便点 坐 你不要老是明女明女的好不好 好 坐 坐吧 怎么你有些不安 没有啊 你常喜欢在月下清唱 皇上怎么知道的 看玉楚秋空 凭谁窃要把嫦娥奉 沈西风吹梦无踪 人去难逢 皇上听我唱过 朕非常喜欢听你唱 那 那杏儿现在就给您唱 不不不 今天就不唱了 坐坐坐 你愿意陪朕坐坐吗 愿意 好 朕其实 今天很难得 像这样 坐坐 多好 今晚 今晚就 就这样做做 好了 你现在没有什么不安了 朕很高兴 说来也是 平时陪朕做做的 竟是些大老爷们 女的 除了已故的孝贤皇后以外 还真没有过 那 你是说那些嫔妃 朕即便和他们见面 也说不上几句话 我听说 就是宫里的人 要见皇上一面 也是不容易的 是这样的吗 其实谁也不知道 朕私下里 总感到有几分悲凉 平时竟这个事那个事 也说不上什么话 也没有人和朕说什么话 皇上不要难过 只要皇上愿意 幸儿可以常常来陪您坐坐 陪您说说话 你愿意天天陪朕 坐坐 说说话 皇上对幸儿的恩德 必什么都重 只要皇上高兴 幸儿 就是做牛做马 也是心甘情愿的 不 朕不需要你报答什么恩德 皇上 你现在最好不要叫我皇上 我 我 起来 起来 这不给你 有个念想 朕不希望 沈西风吹梦如松 人去南方 今后 我们有缘则聚 无缘则拔 好了 回去 是吧 你父亲 一定很着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敢在郡前狡辩 皇上 拉下去 斩 斩 慢 慢着 自審蝕书 无法无天啊 皇上 何道有罪 罪不当忠啊 请皇上还是饶了他吧 还不刻滚 是 大人 这几天不知道怎么搞的 心烦得很 奴才明白 常相思 催心肝 说不定黄县现在也正想着皇上呢 早知如此 那天还不如 美人如花 隔云端 走 黄先生 黄先生 请问黄老先生在家吗 谁呀 小的是西冷书铺的伙计 我家老板刚收购到一批砧板藏书 想请黄老先生去做一个甄别 实在不巧 家父去看文元阁工程未回 那听说小姐也是行家 如果小姐有兴趣的话 能否随我一起去看看 也好 老板 黄小姐来了 黄小姐 您来了 请 听说店里来了一批字画 是啊 正等着鉴定了 来 您瞧瞧 你看这人 你离开我 你不愿意 我很好看 我都好心 你不愿意 我都好心 这幅画还得再看看 这位小姐有这样好的眼力 这不是黄 黄埔先生 我们家主子 拜见黄埔先生 怎么会这么巧 在看什么呢 回黄埔先生 我在看画呢 看画 来 我们也看看 来来 都是些不入流的平庸之作 难入您法眼 以后再看看 主子 不看也罢 我们一块逛逛大街吧 怎么样 黄姑娘 请 走吧 走吧 怎么会这么巧呢 是 太巧了 何大人 这 这个挺好 这一个大棚 遮阳 是啊 这个人来来往往 可以在这歇脚 是啊 对 好 下雨天也不旺 好 绣品店 进去看看 好 您看这个 客官来了 客官要买绣品的 请随便看 你这个地方挺好 还可以 客官随便看 我们看看 这是杭州最有名的丹密绣 你怎么会想到 修这幅像 当今太平盛世 皇上正在寻衅杭州 我修这幅像是表示 老百姓对他老人家的 景仰之情 秀得很像 你这个卖多少钱 小店其他绣品 客官尽管拿 价钱都好商量 唯独这幅真品 金山银海也不卖的 为什么 当今皇上圣名 我修这幅真品 是当做菩萨供给来的 千金不万 好可可 我看你这个店铺地方很好 就是门口那个招牌 太旧了 字也写得不好 我给你写个招牌怎么样 那个太好了 您稍等我去拿折笔 来来来 谢谢 站住 好说吧 好 谢谢 谢谢 你这干什么 去去去去去去去 怎么回事啊 那些人好无礼 怎么坏我的生意啊 怎么回事啊 老板 我那几个兄弟不得事 耽误您做生意了 来 您可千万别生气 我这就让他们走 快走快走 快走吧 赶快走 这是这两银子 就算对您店里的赔偿 拿着吧 拿着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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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之宝 皇上 今儿个书头的这些物件 看着比宫里用的还要光鲜呢 回主子 这都是我们新采办的 你们挺会办事的 这都是何大人吩咐的 哦 是他呀 请主子敬礼 这个新脸盆子 也是何大人吩咐采办的吗 回主子的话 何大人替主子想的可仔细了 他替皇上想的才仔细呢 皇上想到的 他一定办到 皇上没想到的 他也给想到了 一片夜雨过断桥 兰州轻轻摇 四面何方山色望 爱香荡荡飘 十里情欢 灯欢吹落心如雨 谁家女儿 弄声笑 飞沙欲楼 哦 呀 母带奥 今年 十里夜雨已经 也有参聪 也有参聪 一参聪 这参聪 一参聪 四面 R 夭遥 夕也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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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割法 前朝忠烈 可敬可陪 身后境地 竟是如此 可悲艳妇 凤天承韵 大清乾隆皇帝 祭祀明朝始终正宫 慧可法典礼开始 朕醒方问俗寻幸江南青山之路 使中正宫妙语存焉 朕念其遭忌世间 临危授命 支撑残局 历史孤中 中道一丝一训 堪称一代完人 朕赶佩之志 功身殿业 上响 礼成 全国皇帝万岁万万岁 朕 朕其实跟你们一样 也是一届书生 都起来吧 谢皇上 朕之所以 祭奠时刻法 是因为他身上了一个字 忠 所以称为忠正宫吗 他虽然与我大清天朝对抗 但朕打新地理 敬佩他 两军对质 各畏其辱 不光是施刻法 还有你的先祖黄道舟 谢皇上 还有刘宗舟 陈子龙 严应援 龟庄 顾延武 你们的先祖 都是明臣义士 战死疆场者 是舍身取义 保持臣结者 称得上是疾风靖草 所以都应该褒奖 根据明史 查明身份 考其事迹 按其原来官职 给予嗜好 并优序其四孙 皇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